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 20号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河组织外长会议期间 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围绕着两国建交 75周年这条主线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王毅表示台湾举行所谓就职仪式 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阻挠不了中国中将统一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相信俄罗斯会继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王毅还指出中方愿意与俄罗斯密切协作 将把稳上河组织的前进方向 共同维护好地区安全稳定发展大局 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中国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此一立场非常明确 对 感谢观看